这里是屏东东港码头港边停满了船只 而现在呢大陆的网友就广传一张图 这是一艘呢浙江籍的渔船 在8月5号登陆屏东东港 这可能吗 地图上的讯号名叫这代渔的渔船 航行轨迹从外海开进东港码头 时间点是8月5号早上10点12分 而解放军还在台海周遭实弹演训 有大陆网友就认为 这是第一批渔船已经登岛的结果 跑船50年的自身老船长 听到陆籍的渔船抢先登陆台湾 他直呼这绝对不可能 别说是陆籍渔船要进港台湾 光是在海上越界这一关就过不了了 本国籍的渔船进港 安检索人员就会先登船查验 陆籍渔船怎么可能有机会成功登陆 当地官方戴山县的海洋渔业局也澄清 8月1日开埔以来 所属的渔船均落实管理 未驶入涉事海域 涉事的船民和MMSI 也就是水上行动业务识别码 非戴山籍渔船使用 推特上还有这段影片 大陆网友截入 船舶动态查询 好几艘的陆籍渔船 从苏澳抢先共军登陆 想必也是后置合成 海巡署表示假讯息 不多做回应 敏感时刻不随之起舞 TVBS新闻 埃昭显黄小琪 屏东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